委员继续讲好吧 因为这是委员的强项 就是晶片系列 华为9个月份要升级版 这个AI晶片要升腾 910C会用7奈米 然后你看到 它这个价格可能会 单卡价格大概是20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就要挑战 徽达的H200 徽达做了很多的这个降规版 给中国大陆 当然中间的问题很多 稍后让委员来谈一下 还有音箱索集这个荷兰 荷兰现在又来了 也是担心什么间谍人权问题 所以阿姆斯特丹 五年之内就要停用 所有中国制的摄像头 那目前总共有1280个 中国摄像头 那用的很广交通等等之类的 这也有间谍的问题 有人权的问题 所以现在通通都不用 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一下 有关于辉达的H200 这一款新的GPU 没有错 目前是当红炸子机 它本来是个还好的产品 但是如果搭配了HBM 就是高宽的记忆体 它整个运算的算力 会加得很强很强 那对于中国来讲 刚好打中核心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做HBM 会做的数量比较大的 刚好都在中国大陆 但是不是咱们自己国产厂商 叫做三星跟海力斯 HBM做得很好 就是高宽 高宽的那个Memory 做得很好 搭配H200 产生的算力 是可以加好几倍 现在是被视为 目前的当红炸子机的一个产品 大陆上现在华为海斯设计出来的 升腾9107 它当然是用7奈米 不像这个辉达是用5奈米做出来的 插这两奈米 看起来好像比较笨拙 但是如果在设计上 能够在其他地方补这个不足的话 做出来算力一样 再加上中国比较便宜的HBM 那这个鹿死谁所 很难讲 尤其中国大陆市场又大 那你HBM不卖给我 等于中国大陆整个市场 就是我的 没有别人的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 不管是腾讯阿里巴巴 美团 通通要做什么 要做庞大的数据中心 他不能买这个辉达的 他只好买升腾的 就会让升腾有很足够的收入 来发展下一代的产品 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就应了谁的讲法了 应了艾斯摩尔的这个CEO的讲法 老天爷啊 你不让我卖给他 然后你叫大家都不要卖给他 结果他是一个巨人 他可以自己搞啊 对不对 如果说国家太小 就市场太小 市场太小 你自己做得出来 也没办法负担 为什么 你就把那个沉睡的巨人给吵醒了 对不对 对啊对啊 他做第一家 人家随便买 做不了 我就做第二家 还是有人抢着买啊 比如说我没办法 我只好自己做 做完的时候 寒冰跟别人买买不到 还是跟我买 大家忍一忍 第一代做不好 第二代会越做越好 所以艾斯摩尔很早的警告 你今天不卖光合机给他 EUV给他 他认为三五年 中国大陆做出来的 他现在担心的是这个 而且更担心的是 中国大陆如果做出光合机的话 价格会是艾斯摩尔的一半 那艾斯摩尔 尤海都混得下去吗 就没得玩了嘛 这是艾斯摩尔很大很大的危机 光现在发布的Q1 第一季的利润 对不起啊 比去年就整整少了百分之四十 当然去年跟中国大陆抢单有关系 在那个美国的禁令之前先下单 所以这一部分的光合机 先卖给中国大陆 那今年也不需要买那么多了嘛 可是中国大陆是根据这个基础上 在研究自己的光合机 它什么形式都是 像很多单位 什么清华大学 西安什么 还有很多研究机构 都在忙这个事情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突然间 来个天才畸形出来 这种东西没有人敢打包票了 至于拜登政府说要把GAA 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 细经半导体 它有个术语 叫做厂效电晶体 它事实上里面是一个 小小小的不得了的电晶体 然后厂效呢 这个厂效就是电流的 经过的一种效果 我们叫厂效 这个叫FET 叫Fear Effect Transistor 就是厂效电晶体 这厂效电晶体 要把它堆起来 那我们传统是用那个 好像是一个美国的院士 也是一个在大陆出生 在台湾长大的一个科学家 好像胡正光 胡正明 胡正明 他发明了 就堆了一个像那个鱼的翅膀 那个样子的 叫骑士 骑士 厂FET 到目前为止都是 大概你所买 各种金面都用重方式堆出来的 重方式堆出来的话 可是现在这个 在1988年 大家就知道 GAA不是新东西 是1988年就出现了 1988年是哪一年 很久以前 对啊 很久以前 叫Gate All Around Gate就是那个闸集 这闸门 这个环绕式的闸门 这种堆叠的方式 大家认为比较省能源 而且速度比较快 那可是因为以前觉得 制造起来很麻烦 很啰嗦 但是如果有EUV以后 就相对比较简单 那它可以做到 3奈米跟2奈米 但就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是觉得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但是如果未来 做2奈米的用它 就有成本上的效率 要不然它成本会比较高 那这个东西 拜登政府说 不给中国大陆计数 你在开什么玩笑 1988年这个 就在市场上流行啊 它不是新东西 这不是很成熟的 一个东西吗 不 大家没有在用 因为那个 那个实验室出来的结果 1988年就出来了 成本贵啦 制造麻烦啦 所以除非你像现在 要愿意出高价钱来买 要不然没有人来做啊 那三星就讲说 我先做我先做 然后台积电说 没关系再等一等 我们先把这一波 转完再说 所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新东西 所以很多大陆朋友 就很紧张 我说你们大陆懂这个人 多得很啊 只是你们缺了EUV 可以把它做出来 你们先把机器搞定再说啦 它不是什么新设计 那荷兰时报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不能代表整个荷兰 阿姆斯特丹是 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好不好 反正这个 生意不成 情意在 你不用就不用 没有关系 等到哪一天 你想用的时候再说 荷兰最近很出风头啊 对不对 又是到东海啊 台海啊 对啊 没有出风头啦 反正被人家洗了个脸 所以他们大概政策正在改变 反正这个时候 这个天要下雨 这个娘要改嫁 这个也不用去太伤脑筋 去管他这个事啊 因为要买中国的这个什么 摄像头人多的是啊 海康卫视并没有因此 营业有在下降 还是在增加啊 对啦 而且这样讲是这样讲 真的要这个替换 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 中间还是会变化的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 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 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